我们ZGDX不愧是电竞明星队啊 看我们诚哥的头 小胖 你要不还是自己拍吧 你自己没有对比的话 绝对是胖子里的大帅哥 我谢谢你 这种话去年你已经说过一遍了 都几点了 差不多拍合照了吧 是啊 都几点了 我们的小姐姐怎么还没来 我们白色这些都拍完了 她该不会把自己画成五则天了吧 女人啊就是磨蹭 当他们说要出门的时候 就意味着要洗头 梳头 吹头 搭配衣服 喷香水 选包包选鞋子 对 说得对 那我安排一下啊 诚哥 要不你去把她叫过来吧 我去 你真会安排啊 她怕你 你一露脸 她就屁股尿流地滚过来了 来 小胖 来 继续 Tony老师 你看我眼影是不是还得再加一点 不用了 非常好了 我怎么感觉我的睫毛要掉了呢 真的已经非常好了 姐妹 你放心吧 它不会掉的 一会儿他们该催你了 好吧 那我先去换战队服了 那你先换吧 谢谢 Ultra 看来还是锦杨有经验 孩子 太阳都快下山 啊 你快点 哥 你搞什么鬼啊 睡棚催了 哥 你怎么了 那银子里要套什么 你先回去 怎么了 他在哪里 在 干嘛呢 不知道 你先回去 他很快就回 那小孩非让我和他拍个双人照 所以我才过来 行 那你们快点啊 你 你刚刚在和谁说话 陆岳 穿好衣服就出来 别磨磨蹭蹭的 所以 您刚刚都看到了 订没一下啊 那图案很小的 可是我看到了 我都说了 进屋之前要先敲门 刚才陆岳也想直接进来 是我拦住他的 我说你呢 扯什么陆岳啊 你在里面待了一个小时四十分钟 我推开门看你这种状态 穿着这种衣服的盖着 和我推开门看见 你已经躺在地上死掉的盖着 基本无误开 但是 抱歉 下次我会先敲门 陆思诚居然会跟我道歉 你 你有病啊 干嘛突然一本正经跟我道歉 我以为你需要一个一本正经的道歉 我需要啊 放在古代 你这是要娶我的 别太过分了 不要蹬鼻子上脸 我错了 你们终于来了 小姐姐 你脸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你见过猴子的钉吗 你们在房间里干嘛了 跑过来的不是赶时间吗 跑过来的为什么不会喘气呢 我腿长 好了好了 别瞎了了啊 眼眉正转 同阳 拍照 好 拍照了 拍照了 走 那个双手抱闭 下额呢 微微地上扬 目视前方 垂下眼 好 这样 不会拍的脸很大吗 会 还垂下眼 不就没有眼睛了吗 但是这样就霸气啊 你就想象一下 自己是女王 女王 对 你让这拇指姑娘装女王 后来要考虑一下 人家人设可不可肃啊 陆岳 你上去跟童谣拍一组双人照 要那种宿命对决 命运争斗的感觉 那种激烈碰撞 充满杀气的 主力与替补之间 那种无声的战争 要制造出一种你们俩之间 因为竞技关系 而产生的矛盾感 让开他 让开他 这里 拿出你们平时抢凳子时的弱智感 晓睿其实要的是你们的本色厨业 好 陈哥 站上去吧 干什么 拍照啊 我为什么要跟他当独拍照啊 ZGDX的男神和女神 当然要出片出途啊 俱乐部公关部要求的 你不拍也会被批的 还不如拍得好看点 是不是 拿个凳子过来 小姐姐 你先下来 没让你站上去 陈哥 你坐着 我怎么感觉这么像 找婚纱找的 去去去去 好 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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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来看这里 可以打 可以打 尼哥 上高地 上高地 等我上 等我控制对面这个 别急 别急 可以打 可以打 上 可以打 上 老猫来一下 我帮世神 北风阻 来来来来来 来 来 太好了 一字赢了吧 姐姐 菜啊 你蹲在这儿 跟兔旧似的盯着我 我能好好发挥吗 再说不是赢了吗 既然比赛赢了 我准备点个下午茶 你要吃什么 我要吃哪个 你们不用给我点了 靳阳一会儿来找我 我跟他一块去吃 给你点个 这个这个 给你点个 这个吧 怎么了 官博 发了我们昨天 定庄这儿的图头